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真的不好买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David今天锁定了一档 我今天早上买的第一档股票 9点零几分买的那一档 就是老黄的股票 怎么可以这样 我爸爸叫老黄 老黄爸爸的股票 爸爸说他你你才来 没有啊 现在不是过了 已经快点点了 说面就面 我先讲 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买这档 很有可能是 这里面守处 黄仁勋干的股票 守屈一指的股票 我其实有个很大的疑问 买他的理由 不是因为他的产业 不是他的族群 不是 他就说 哇 你看David今天买 特别特别 比方说像华星光长庭 CPU我买 你的资料没有 对 可是 David买了这一档 老实不是 你那个族群怎么只买一档而已 是啊 我今天买这档 那个族群我只买一档而已 他不是一组吗 而且我先跟你讲 你看他怎么6月 7月都很烂 哇 又来了 怎么6月 7月的年减个 5、6、10%那种的 可是他股价长长 咻 真的耶 然后重点是 他是一个中低价股 是 然后他题材非常好 而且他公司真的很有转机 而且他是黄爸爸加持的股票 听说啦 据说啦 人家会去站台 真假 我姓黄 要问你啊 因为我等一下下节目打个电话 对啊 我姓黄 你问我 我等一下卡一个电话 听说啊 我们看看 你要发挥你大美女的影响 说大美女的影响 对对对 阿爸 你当时要来 不是阿爸 他要吃什么 他要吃什么 对对对 要去掛谁吃 吃车啊 我不猜 所以他是因为 黄爸爸来加持他 对 我记得他就会买的 先买好了 你就知道嘛 那个展就这两天啊 这礼拜啊 礼拜三 那你今天不买 礼拜三 万一今天涨停怎么办 带何时 早上都拉快涨停了 差一点点涨停举过来 对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 给你机会哦 我们的优惠活动最后一天了 拉死到咯 不要躲啊 因为太快了 太快就快涨停了 就说David出手的时候呢 就是活动最后的时候了 就不要躲了 是不是 除旧不新 获利1加1 最后一天 Final Call 给你plus by plus 而且 今天买了这一档 你看 中低价 中低价 有量 有 还标 标 还有黄爸爸加持 加持 唯一让你可以选出一个可惜的地方 到时候你知道吗 是什么 就营收还很普通啦 营收普通 但是我觉得营收普普通通 我可以接受黄爸爸加持的那个才是 你想那些机器人股票营收都很烂 结果还不涨了万七八糟 真的 所以 跟他们比起来这营收算好的啦 对 好很多 好很多 对哦 对对对 他是 这样比起来啦 他算是机油省了 对 跟他们机器人股票比较 他吃机油省了 这肯肯定是 所以你看哦 礼拜三的 这个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 对对对 这名字很长 所以我贴那么大致给大家看 对对 你就记得嘛 一是自动化嘛 二是叫机器人嘛 是 最重要的是旁边那位皮衣黄姓男子 黄爸爸 黄爸爸黄爸爸在中间 中方的 他要来啊 所以呢 有黄爸爸加持的股票 一定要关注他啊 大家知道那一件皮衣多少钱吗 那一件 十几万 十七万吧 哇哇哇 刚才跟我猜的没错 对啊 你 他的你爸你都不知道 他是偷买没告诉我 不是你买给他的 我买另外一件 就继续那个嘛 继续掰嘛各位 继续掰嘛 好不好 瞎周 重点是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呢 把我机会哦 有好康有优惠还有标普哦 真的 好康有优惠 而且你今天又先把线转 还差点涨停哦 天哪小飞 先讲哦 David今天快涨的很快 不是只有他哦 还有别资哦 哦 今天不是只有买一档啦 但是今天不买 我怕后面就买不到了 所以我只好认真的买啊 你看刚出货回来 那个口语都没有改过来 刚才会费变成小费 哦 到时候给小费 出国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去韩国是不好吃的 你不是去看那个 啊 我去看 我知道了 他去看小池 因为他吃太太嘛 吃太太 他是吃太太 吃了什么东西啊 卧哉 对对 吃肠血 吃肠血 卧哉 对对对 重点是 到那边哦 很多人问说 哎你看出来 哪一个是有整过的吗 哪一个也没整过吗 不是 你的问题是 你看得出来 这里有哪一个没整过吗 可以 真的哦 不是全部都整过 因为没整过都是这样子 啊真的吗 对没整过都是这样子 有这么明显吗 很明显 上次去韩国 已经有点时间了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连我们的地培哦 他的女儿的成年里 就是去割双眼皮 哦对 他们是一个很流行的文化 他们实际上就会割双眼皮 对对对 每一个整形的诊所里面 都是人 哦 是 所以他们医生 他整形是蛮赚钱的哦 真的啊 所以你老师还说 那个整形医师 他们都是 肩头的皮鞋啊 爬哩爬哩的 整形医师都非常的fashion啊 真的很时髦啊 很时髦啊 因为整形医师赚很多啊 所以啊 来来来 赚到的钱 直接飞国外去整形就好了 对对 台湾的也可以啊 台湾 干嘛叫飞国外 奇怪 也是啦 还是你喜欢韩风的 我就不晓得了 对对对 那今天活动呢 最后天 把握机会 好 不管是韩风什么 黄世旋风来 一定要特别关注了 要留意哦 真的要留意哦 今天每天都要特别留意哦 是哦 今天抠讯很明显哦 我不是只有叫你买一笔而已 我是叫你把它换过去哦 哦 那很明显哦 有 系统心很强 没有 就很明显 活动最后天 对 好不好 0266303231 务必来电桌把握 final call给大家 紧接着我们来聊一下行情的问题 首先呢 联准会 哎我讲这个礼拜哦 几件大事 好 第一件事就是黄宝宝来台嘛 是 对对对 这是第一件事 我帮大家看一下 好哦 这个礼拜 几件重要的事 好首先 第一个就是周三到周六的机器人跟自动化大展 是 是第一个 黄宝宝来台 黄宝宝来台 确定哦 确定会来台 确定 黄世旋风 好再来就是联准会到底九月要降息降几码 来 第二件事 目前来看就降一码了 Fetter Watch 降一码就对了 好 这是符合David跟你讲的 一码就没问题 两码可能比较麻烦 对对对对 一码就没问题 好 好 再来最后就是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目前来看应该是软着陆没有问题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礼拜六的全球央行年会 是 Jackson Ho那个全球央行年会 那Bauer会讲什么 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说到没说 他差不多少 听军一起话 不要怀疑 就那一起话 Bauer就是Bauer 对 他不会变包整 放心 Bauer是Bauer 到哪里都是Bauer 对对他不会变包整 哎呀 大家应该知道包整是谁吧 包整 包整是包青天啊 不会 我怕大家以前 因为包青天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年续剧啊 什么 不然年轻人没听过 我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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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要改口 哎 球身又好强 开玩笑 大美女回来我就要乖一点 那帮我给你飞到哪里 对 小美女我就无所谓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包整啊 对对对 老师你说你领带的包整 我那个年代 对对对 好 突然笑到差点又来后又要黑哭了 所以Fat Watch要仔细细观察 目前来看应该没有问题啦 Mobentine 对对对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聊过的上礼拜跟大家聊嘛 我说你去看你有兴趣的去抓这张图 那个SUM的衰退 其实虽然说人家说是百分之百啦 但实际上你要看你怎么看啦 嗯怎么解读 如果你是你从你从碰到0.5就一定会衰退这件事来看似错的 但是如果说衰退会不会一定有碰到0.5有啦 哦哦 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碰到0.5的次数大于衰退的次数 进去衰退的次数 是 哦了解 你看有事碰到0.5的去 你看有事碰到0.5的去啦 对没错 对他没有马上上去啊 所以还是不是这么的一定 没有那么一定 没有那么一定 其实要看三个月 其实要看三个月 要连看三个月 哦了解了解 好的好的 那另外呢 呃 哪个 另外 其实在我不在台湾的这段时间 嗯 老师你的股票真的是不一穷题啊 嗯 对啊就 什么成名店万润那一挂的啊 然后什么CPU那些啊 讲的一派轻松你看看 诶 几个灯啦 成名店已经三个灯啦 六天三个灯啊 诶 不要追了哦 想要自己卖一卖 我讲过了哦 好好 那六一八七万润上一百七星大家要卖掉了嘛 有 从8月8号买到上星期 呃上三个涨停嘛 五天三个灯嘛 对五天三个灯嘛 然后到上星期六 不是星期五 星期五 我们早上 获利入带了 9点07分卖嘛 那天现在是那时候三百七左右嘛 对 收盘听说是翻黑的啦 我也没仔细看 有 今天又黑了嘛 收盘是黑的 诶 我那天卖三百七跟今天差 五十块了诶 哇 我礼拜五卖的是三百七左右诶 然后现在差五十块了 诶 你看这讯息多重要哦 你看看 我卖很准嘛 果然 就糕点卖 哦都是 没有哦 我是卖三百七哦 三百七十九不是我哦 我是卖三百七哦 诶 而且我早上九点零七 九点零几分我就卖了哦 诶 踏踏踏踏 你去看勾讯 我卖完这次还要拉到三百七 三百七十九 有 所以人明显 因为我卖到他来提啦啊 是 对不对 你会一瞬间以为我卖错了 绝对不会 我会卖一定有理由 所以嘛 其实在他前一天掌停我讲过了 他如果隔天创新高我就会买了 哦 因为创新高尊重一下啊 是 嗯 虽然我们知道万润啦 整个COWAS啊 先进封装这一挂的 不是只万润吧 万润啊 星云大法师啊 精彩那些那一挂的都一样 嗯 像今天精彩一次啊 创高也就要稍微少了 三千下 嗯 因为他礼拜有掌停嘛 今天创高嘛 嗯 哇 欸 创新 很多人说创高不就 任何时间买都是赚钱的吗 反而 你确定 你确定 那台积电上次创新高尼买买买 你就是1080哦 还是你上跟那个剧情有猜 103 103 我还记得 我想想 上次台积电跌停谁叫你买的啊 不是我 对耶 对不对 8月6号跌停 我说台积电来的跌停 这一定要买啊 甜甜价 我还说如果台积电没买到的 你去看鸿海 鸿海是甜甜价 我我们讲 你看鸿海叫有低点吗 没有 哪来的低点 老师不仅个股也是耶 盘也是耶 那你看嘛 万润也是这样啊 成名店也是这样啊 也是 David在讲喔 David推这个优惠一加一啊 真的不消所知 除旧不新 谁是旧的 就万润嘛 对 他已经被我除掉了吗 你笑那么开心 我除掉万润是 我赚一百多块 我成本才250 有卖到370 我赚一百多块 我获利了合理吧 可以 我已经赚一百多块 他创历史新高 虽然基本面很好 但我觉得还是 大家好聚好散 对对对 好聚好散 好散 来日我们再来赚 来日方场 下次再来 你看到 超过百元的价差以上 一张就10万块了 而且很快喔 8月8号到8月16 而已 每天的时间 你算一下才5天而已 因为要谈6日 每天的时间了 五六天的时间了 你少说10张 短短时间就贵了8万 一张就好 一张10万块 一张就超过10万 一张就好 一张就好 我不要你买多一张就好 来 会费都是小钱 真的不要省 谁再给你看会费的 价值千金万金的抠讯 才是你想要的 我觉得这个盘子很赞 我跟他讲为什么很赞 你来看价军指数 David有没有讲过 他就说 那个反弹到哪里啦 什么0.618 什么东西会怎样 那个季线怎样 对对 什么月线怎样 我说从我买完第一天 我就跟你讲了 8月6号价格是最佳买点 是 然后直接去补8月6号 今天已经补了喔 完全补了喔 你看这个是8月9号跟你讲的图喔 对 已经又过了一个多礼拜 完全回补了喔 有 现在很多人都发现 这叫V转的不对 对 长这样谁看不出来是V转啊 都已经长这样了 还看不出来 可是谁在买完的当下 8月6号就跟你讲说 这个会直接去挑战 很多人都不确定啊 哪有那么多不确定 很多人都 表示你们功课做的少 反弹四肢 反弹要剪码嘛 对不对 你剪剪看 你把万润剪的不就 我先剪头发啦 对 把自己剪的比较快 自己卡自己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好不好 来这个 其实你看喔 在盘在 中错的时候 中错的时候 800档跌停的时候 当老师 David跟你说什么 嗯 他缺个下影线 所以8月6号补给我们 有 所以完成最佳买点 我再给你讲 那接下来是什么 你已经知道是买点了嘛 是 David跟你讲 这里就是最低点了嘛 有 那接下来是 欸老师 我应该看哪一条线咧 对不对 是月线吗 还是 还是 是半年线吗 还是 还是 我应该看哪里 有的人说看211 有的人说222 我说错 这222以上 那个8月2日的跳空缺口 先看哪里 欸今天来咯 来咯 可是David还是要跟你讲喔 这没有长完咯 老师那第一个 这没有长完咯 老师那第一个任务 已经达成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你是要看这个位置了 哪个 没那么快 他会要时间 这里会要时间 我想说洪宝宝来加持 这里不要长太快 欸 像今天上去你看 又长又长一天 喔 这样很好 这样非常好 就是完完全全 彪彪准准的我们讲的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嗯 对不对 8月5号6号 我们示范来 在绝望中诞生 有 以前没有人教过你什么叫 在绝望中诞生吗 话你听过 但你可能没见过 长什么样 我见识 欸那个就是 欸斩钉截得跟你讲喔 有 那个就是 对 好 啊过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老实上怎么每天一直长都没有 真的 就像你讲的不会回来欸 嗯 不会有第二只脚欸 你看过去两三个礼拜 一堆人才有第二只脚 嗯 哪里有脚 欸 人家说不止第二只脚 好有第三只脚欸 天哪 我突然想到黄飞红的无影脚 农历契 什么都有 你们看的不该看的 業障啊 我不知道 管他几只脚啦 不是脚不脚的问题 哦 这我解释过很多次 你看他上涨的过程当中 就知道不会有脚了 嘿 不是说他今天长上去 还知道不会有脚哦 哦 这盘中有人卖每天的创新高 怎么会有脚 也对 这已经 其实这很明显欸 嗯 这是在擦空欸 哇 擦你空手擦你不敢买 就这句话啊 擦你不敢 真的擦你不敢 欸 所以在这个时间内 我们传说 擦你快去费对吧 把我们都买那么多 还不明显 而且在这个时候老师 还送资料给大家 你还记不记得在8月8号 David给你知道的时候 我讲什么 我说我在五花六花把股票买满了 嗯嗯 然后8月8号再去 赶快腾一点空间 跑去买万润 有 那我就没钱了 那我们讲 所以我什么上礼拜五叫你卖一些 有 因为我没有钱买新的了 对 我们要空出一些 对啊 你已经股票涨四成了 一百多块了 超过百元了 卖一下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接受啦 对嘛 刚好你卖完之后掉回来 多好 欸你看卖完之后掉回来 那有举利啊 你知道我上礼拜五去 那个摩娃的节目 他们 大家就来说那万润嘛 然后当然啦 万润的看法我们都很正向了 嗯 只是我说短线应该要卖一趟 嗯哼 有些人认同 有些人不认同啊 可以 那跌下来的时候你就认同了 对啊跌下来的认同 因为我卖的漂亮 对 我说改天我再来嘛 啊 他基本上很好啊 他百分之百是台积电的单啊 没问题啊 是 那 再怎么好都有可能修正吧 当然 因为短线长多了 没错 那有修正就有价差 为什么不赚 也是 第一个 你觉得 你看我的节目 听我的节目 按照David的tempo呢 你绝对不会追高 你是买在250几块的 嗯 我也没买最低点 我8月8号才买的 嗯哼 对不对 有抠讯对时对加 有的 确确实实到星期五卖光 是 我直到星期五才卖第一次 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动作 因为没有机会让我做 我就一路抱到创新高而已 是 我这每天给你输账停 五天三账停 五天三账停 就无聊了啦 比较无聊一点啦 没有把价差啊 那就无聊一点了 好讨厌 我没有多的动作啊 一张朋友给我机会啊 这种无聊的动作 哼哼哼一张就有超过百元的价差耶 天哪 我的老天儿 这不跟上 真的是对不起自己了 除旧不新獲的一家新标股 怀腦了 而且是 敌不起张 真的 你也很好奇 阿老师 借两千多点 对啦 还给我提不起张耶 对啦 来 全国会没有吗 我们今天找到买那一张 黄宝宝跟那一股 他是不是提不起张 是 他肯定是 他这一步都没涨到 都没有他的份耶 本来没有业绩那么烂 真的啦 你去看他7月6月零收 年减50 60%那种 感觉不出来 他业绩很不好耶 可是你看人家现行 慢慢就很明显 有有有 今天就明显转强喔 有有有 而且是同族群 只有他而已喔 他不是 其他没有喔 他不是整个族群一起上 没有 是他 还是他是零头羊 他不是零头羊 但他就是因为 黄宝宝加持 单纯就是黄宝加持过程 咱说他这么明显 对不对 也买的这么明显 口讯发的这么清楚明白 是的 大家都看懂了 有有有有 看懂 还没买好了 明天自己动作快 趕快趕快啊 所以今天的活动最后天 趕快跟上囉 对啊 我们不是讲除旧不新 旧的万润除掉了 买新的 我们买黄宝巴干凌股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想除旧不新 过年还没到啊 原来是股票 对对对 涨太多了 总是要调整一下 当然当然 促进一下新陈代谢 嗯 所以呢除旧不新 顾名思义就是呢 把已经赚到腻的 对对 赚烂的把它卖掉 赚烂的把它卖掉 换成新的 就像是今天 买进的这一档股票 又是现买现赚 我的老天儿啊 不用猜喔 蛮容易买的啊 蛮容易买 中低价股 有量有价 他要一万张以上 想买几张 就有几张 所以呢 来会费真的不要省 但是不是 小钱不要省 真的不是会费的问题 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们 这一波你不要去幻想 什么第二只脚 这种东西 很难 很难 是 我不是就在这里讲 我在其他节目 我这样跟你们讲过 你要幻想他的第二只脚 很难 嗯 好所以哈 在你在想的过程当中 股票都已经 你这样想喔 好像可能就会被一路 隔空到创新高 没错 我说是加权指数会创新高 是的 好 找一些像这种 嗯 要不去到的 要不去到的 有题材的 对 赶快进场 黄爸爸加持的 甚至未来有机会大涨一波的表底 黄爸爸会加持就有机会啊 诶 老师都要帮你闯了啊 来 除旧不新 获利一加一 赶快喔 今天final call 拉斯头咯 02-6630-3231 务必来电做把握 找来找享受 往来没折扣股票也是 不仅没折扣 你还看这样赚涨点 你还少赚到烈堆星光 赶快来电做把握咯 来 节目之后呢 再次感谢黄爸爸老师 YT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